大时代Great Time明示2018 8点党中一至周五晚上8点几日 FB预告 今晚真的太劲爆了 郭玉华一首操控火线记者会 大持门会的秋月能不能安然过关 竟一定要追剧 今晚8点整建 2018年12月5日号 大时代第112集精彩场先爆料秋月之刷眼 二条线加孙如关之没碰增怀孕 加孙如真之先安抚正宫加郭玉华之大家平平 李家王正复之献殷勤 请救美加五加妹之西方有交代 加孙患然之帮妈妈解围加林之开支 记者会失控加林之前之约会练习区 加孙患其之双女火要味加甜甜之窍 老棒生猪加海熟之闹得好精彩 天天看戏 还有好汤好礼要送你 祝大家新运中奖预告连接 推文请遵守本规 以免被寄警告 发信站 PTT实验方 PTTCCC文章网址 编辑Donatello经十一 12月5日2018年19点25分52秒 永远每日投降推男神 嗨妹应该暂时不会复合 可以放心期待一下然 妹了 加妹快点爱上换然 笑想你告白很久了 看到月月伤心我也好难过哭哭 今天的信有点没兴趣 每日推月夜再推板飙哈 看到班友说新预告有良才期待良才回归 废开滚粗 到底何时换片头去 每日良才一写光一 究竟玉华是怎么受惊的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想念以前的天使一哭哭 推一下开人妹的失恋阵线 连门哈38秒左右开始 冒号 跳得很嗨 之前还是很喜欢天一吧 当然是钱钱钱钱钱钱 之前可以拿一千万不用跟卢珍报备货 之前有够 M 之前卖车卖表卖家当换一千万来的 这高度壁东超合理 但是你是被不现实的春桃仪养大的耶小 这对其实蛮有夫妻脸哈 素素快榨干之前 是怕假名牌被发现吧 无言 明明是老爸女儿斗嘴骨的高度 到房有小客厅好不好喜欢 终于坐下来了 好对戏多了 之前脸上的黑蜻蜓联系的 变成妇女玩抱抱的姿势 素素满高张的 不过刚好之前不爱玩 认为哈哈哈哈哈哈 之前帅哦哈哈 现在都不用借位了吗哈哈 钱素比其素素配多了 心很凶 让月月伤心难过 我好生气 长得帅就不用 我觉得月华怀孕是假的 不然干嘛此报告 愿孕棒愿化的 这样做这样亲都不会 不过月月都没想要高玉华 难怪她都不怕 看爽爽的 玉华该不会是用电影控制的方式怀孕吧 不速鬼被勤完 本剧唯一强者贺良才 抹哈哈救援 还是清扫最好 秋月的头发怎么变成了 王农妮也还没离婚奶 父子都在家里穿西装什么概念 嘉明要躲素素才赢 呛得好 诸葛说话算中诊 家长也怕被炸啊 抹哈哈呛得好 官还看一下猪哥的手好好笑起来 轻素便 这两个男人都还没离婚 只爱一个是怎么样晚上想睡地板吗 抹哈哈酸力全开 笑死那也跟如官你没关系啊哈 抹哈哈 父子身材都超好的可恶 爸爸一个就够了无言 热华到底要干嘛无言 明知眼晕棒要出现了 都先去把婚离一离啦 愿愿打他拉好 玉华的脸受到好尖锐 热华看起来超必取 那句稀薄 好有力 那燕云棒很明显是话的爱 秋月快点告诉热华 燕云棒要来了 卢针 瓜 追 一切 龙喜 微丢很大 愿华 都 有 玉华好重二 哈哈 愿华是不是太闲 恭喜眼晕棒得到金妈奖最佳导演 你得不到爱比较可悲 之前愿华叫如官把月月的衣服丢掉 但丢不了心啊 胃胀 胃闷 提早用速速 以免胃溃疡 愿华 都 都 有 偷拍的还讲这么大声 真是教坏小孩 违反搜证 玉华到底肚子里面的是谁的种 碰不到如官要怎么怀孕 你才欧北来你全家都欧北来 违反搜证 怀疑恶华是不是真的怀孕 来了 灯灯灯灯厂 谁的呀谁的 黑人 月月明明应该是变精明了 怎知要就信 真不合理 假叶孕真伪证 不是应该中真不二吗 出差那么久 孩子是不是金发闭眼 玉华去外面happy 自己画上去的吗 好粗糙 只能想说是真的是海星系如官 乱了判断 吃醋 忠真不一 玉华好了 CCR 不代表你在外面偷吃 那个根本明显用话的啊 就遇到爱情就变傻了 白痴才会相信 玉华 哦哦哦哦哦 月月哭哭 出差买了一只怎么样都会有的月晕榜 月月不要相信她 没办法 关月是彼此的招门 月月冷静啊啊吧 想买有夜配吗 刚刚那个线画得歪歪的爱 红线画得好假 这中文能力 我看有画的律师是用鸡腿换来的吧 让画闭嘴你闭嘴 月月的智商怎么下滑啦 一定是鲁官影响的 好像是出差到欧洲买的 实际上的线没有那么红那么粗吧 月月的招门是如官 谁都不能这样伤害我的月月 月华以后 看起来是假的 秋月怎么还是那么爱如官啊哈 厄华欺负月月不能忍 厄华都能偷拍了报告 假的也还好吧 这记者会好像只有月月的电视才看得到 不要相信厄华月月加油 红星 好怒 软官还不赶快撑青打脸厄华 月华月月恶心 如官到底有没有自己最清楚不是吗 这不是已经为了拖而拖 以前几集的月月人设 他不会这么容易上当 但吸毒贩回锅 再看好了 支持如官家暴认真 支持楼上 婚礼是秋月的新病 月光仙子 打到恶怀摩胎落胎 嘉明才是家暴高手 如官傻傻的搞不好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滚床哈 月月连好将打太多 支持如官暴大热华 支持秦嫂主摩胎料 怎么爽都不知道要 如官可以够恶化 Re mundo retreat 就是通姦不是吗 支持如官 口腹 雾灵 鉛胚胎 DNA 谁都不能欺负我 Pero 我愿愿辣烦死 就算如官被下药也跟治太一样没能力滚好嘛 玉华真 饿 磨胎愈多愈厉害 热华饿胎都有 五官软了怎么可能有 热华是在大声什么啦 拿他内裤做的 被玉华下药啊 反正玉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哈 玉华 孙 太 太 热华必须死 被打了 没拍过程是最可恶的 诸葛不中解释我怨怨 玉华我觉得你的婚礼美很风光爱 很简陋而且还被乱入 笑死人了 患然去找妈妈玉华管的治者 腹肩只能脱倒 如官要不要考虑做吊乐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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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什么条 心什么纹 那月月危险了 月月酒醉看起来好萌啊吧 应该有自拍可是根本没做怎么拿出来 月月好可怜我 追自己的妈也不行 玉华真差劲 患然被唬住也太弱 编剧也太烂了 月月危险不准我不准 月月不要被拼了啊啊 唤其也很白痴都这样对他妈了还挺恶化 月月在喝还要抵抗力吗 抹哈哈 你有听过当当当吗 好想吃桌上的菜花 哈哈哈哈简简单单 猪哥 走开 月月要被吃掉咯 唤其现在感觉没有很挺郁华吧 猪哥滚 圣诞老公公来了 月月要被载走了吗 秋月赶快洗抹哈哈的脸哈 秋月自暴自弃 是说其文不会喝酒 还有两场喝醉的戏还真辛苦 猪哥放开那个女孩 喝茶喝茶 女子防狼鼠哈 后面还牛 噜噜噜噜噜大大大 小爱表示不开心 玉华故意想让月月被剪时 王董很会打 常常被打巴掌的感觉 哈 不是之后还有那还是强调她很辛苦 被鲁官先把理由用掉的母哈哈 夜配又再置入哈 这样也能置入 置入 置入 待价 连这时候都能夜配哈 月月怎么有点像攀影子 工商咯 这样也可以过哈 这也能夜配 这样也能置入 还有心情置入哈哈 连App都能置入 置入Uber 这样也行哈哈 App置入 App 夜配待价觉得还蛮有需要的说 后的路也能置入 还特别拍操作画面 好啦算你们厉害 宣传代价观念蛮好的 TW 哈 连在走的过程都有 台湾代价 台湾代价 至少合乎剧情还行 但月月开房间 喝酒不开车 很好 家里的长辈又学会一招了 不要酒驾的宣导是不错 老实脸的代价 喝酒要开房开房不喝酒 要是拿去打一只 可惜 家妹干得好 第一次看到五妹很开心 五妹 谢谢你保护月月 随时把握机会的抹哈哈 哈哈 好可爱 家妹最近好像有点白 被女生捡 老天儿五妹好球 五妹总算有作用了 抹哈哈不会一起收拾哦 抹哈哈脸都绿了 富哥 买一松衣 霞豆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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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哈哈以为可以诊识 门口没有记者了 朱哥滚再见 谢谢 月月就最真的萌 按哈哈一联想 X 人家 五妹审救援 让记者拍女女 朱哥抹哈哈失望 跟婆婆打好关系 幻然机制 五妹考烂让秋月撞门 月月深夜带女生回来 该不会也要上头条了吧 突然都没记者惹 月月真的好正无死角 是真的撞玻璃门啊哈 月月真的好美 是在买啥醉 都结婚了 假 怀孕正常 月月怎么看都是我的菜 震惊日男暖女 秋月刚刚喝酒 不是应该要被偷拍 或直播吗 哈 母哈哈是怕搞不定两个欧 给月月喝一杯蜂蜜 你们吧 也配 母哈哈会被五妹报道 人生难得几个秋 不醉不罢 人生短短几个秋 不醉不罢 不罢休 幻然真的好帅哦 带心眼 风一宁萌 不迟到秋月不罢休 刚上线嘴的戏过了吗 东边我的美人哪 母哈哈短短的 月月已经呼过如关了 不能相信那是热华的话啊 月月 要相信门关啊 谢言大哭哭 剧里面好多人失恋哦 组个失恋阵线连门吧 感觉月月死前如关 会哭着怪自己 一辈子都没办法取他主 门 抱着遗憾死去 宁愿信月华不信如关 本来就怪怪的 如关主的话能醒 真的明是国都在失恋 秋月太爱如关了 玉华抓住关月的弱点 一直甩手段 秋月好傻 我哭哭心疼 关月的招门是对方 关月的弱点都是对方 阿旺哭哭 月月一定有很多人追 玉华记者会要拿违法搜证的影片来吗 呜呜呜心疼月月哭哭 吴内居然说自己知道小学生爱情给关月提鞋都不配 太心疼月月 红星 不你们的爱情不一样 阿旺去哪里了 吴内看清楚啊 执着不值得的人就这么傻 月月真的很辛苦 关月的爱情跟开妹不太一样 吴内对秋月也像对小朋友一样 哦哦 阿旺在录星专辑拍MV吧 之前俊林直播的时候有说蔡佳玲在忙上演 什么结论浪给我月月镜头就好 是不一样 所以五妹不要有错觉快点清醒 今天是月月心痛特辑 吴内的体悟不错赶快断开肺开哈 偷拍怎么没人到房嗨秘密 玉华不是念法律的吗 笑死人 对啊啊重点是远离废开 也不能这样对比 秋月没有父母只剩官燃起 患然在记者会出关能不能转移焦点 玉华就是念法律的 所以小的不管对不对 苦到你就赢 如官被打怎么不让 坏人去问问约约怎么了 出柜是什么啊小 废官你自己不用负一点责任吗 官月前半生被如真所害 下半生被玉华阻碍 是你问还怪你吧 所以如官还不知道玉华说她怀孕了 谁叫你去惹华 废官都关键时刻自己就死啊 不知道 还不知道 废官智力不足 所以如官到底只不知道玉华怀孕了 如官你是在痛苦什么了 如官要到记者会才知道我花笑死 她不知道 姨如官知道我家妹是谁 知道 阿姨好正爱爱爱爱吧 阿姨为什么睡觉没有放下张法 红星 如官什么事情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哈 坐等记者会暴雷了 官月会这样六个卢真月华 官月自己造成的 秋月怎么美成这样 侧面也是美大不科学 谢哭打解答 无泪赶快洗脑月月要相信门关啊 感谢又打 所以感觉开美的恋情跟祖爱和官月比起来 呜呜呜呜呜 让华 使感觉有点笑儿和就是了 纯徐月华哪有一个正常的女人会闹成这样 玉华是正常的 只是手段而已 虽然看来很不正常 她自己也讲过 演的 怀孕可以问招式分啊 成大是魔鬼 嗨美嗨年轻 可能性很多不用爱到这么痛苦 可是月月也是大刺痛 如果如关被设计跟月华同床 月月应该没办法那么冷静 废观只好使出我不能知数 证明自己清白了 观月这样也是经过岁月的策略 玉华已退为警超强 月月中招无法反应 期待患然救援 支持如关现场脱裤子 如关敢承认自己不行吗 哈哈 不过秋月实在太美了 今天已经连续PK 掉玉华和妩媚 如关至少敢抛弃少爷身风 和秋月在外十几年被开封 一样就不好玩了 如关跟志开的人设还是有差 志开是不会放弃如真的 废开无法秒被如真抠 所以没有关月那么刻骨铭心啊 秋月没有亲人不会被威胁也是一点 看她被如真月成这样 孩子愿当如真机关五番队队长 废开爱如真 乌美 乌美根本不爱废开吧 她不知道什么叫做嫉妒 啊月月晚话了 但是等等又被人员报告几款哭哭 还好意思说自己相信废开 单人窗不是重点 无力应该去看极度的化身 人员报告也不能正视事如关的啊 月月太天真了 玉华 可是会晚上出去happy的耶 人员报告再次急到月月 秋月生气的反应才是正常的 人员报告几款月月 不小心安到小 要脱裤子了吗 让华听到了 从以前就觉得很怪 如真 害羞 玉华都能再听到重要 如果开玩记着会后秋月黑化 把玉华的肚子抖开 检查有美 有小孩之后再把鲁冠约到 恒大屋顶砍下鲁冠的头 最后划着小船出海怎么办哭哭 对话 他们在计划时 明明讲得那么大声 也没人听到 如官讲小声一点啊 是顺风儿蜜哈哈 背后华好可怕 但爽末 Z的剧情还不错 但好像错碰了笑 秋月很奇怪 就算有怎样也是正常吧 如官怎样都是雨 华老公 有背后铃啊 把如官的头被剩玉华的身体 蒙官没想到还蛮用心的 玉华要爆炸了哈 窃听都改了 背后铃算什么 Z大剧情不就某游戏的剧情 一为什么我知道 我猜玉华真的怀孕了 她要生气什么 也等如官离婚 她现在有什么立场生气 真的 如官就算这么讲 也是别人老公爱 看来玉华也还是有爱如官 无信升职吗 秋月等以下又崩溃一次嗷嗷 月月又要被击溃了 不忍叹 玉华等于假怀孕真让财 秋月怎么人设 原来不止我觉得秋月没离常生气 国外可以找金子 秋月应该要提醒如官吧 患然好惨要多起来哦 月月等等又要崩溃了 甜甜 之前失踪很久了 很久没看到小巴拉 玉华金主到底是谁 甜甜真有心 还记得之前 感觉连如真都忘了 国外找的隐藏人物 可是月月生气很正常 而且他气得是如官跟自己 海叔把他 不知道是谁把金子银行资源保密 金 对如真忘了 海叔的哈哈 玉华好像我则天哭哭 天飞 患然连公司都不敢带阿惨 要不然改成如真月 花如官等一干人等 终于整不住对 月月的爱意 最后每人分了一块月月 然后发现未时没衣 快月月都长成一个新的月月 从此大家都过着幸福快乐 日子如何呢 秋也生气很正常 啊哈 大家都说自己是恒大的人 是不是忘记恒窗了 恒大恒窗一家亲 ZH报名灵异节目编剧了 恒场退场了 现在是胖除除啊 原来是非开负责的 难怪会搞砸 政府抢下半身 非开什么都做不好哭哭 甜甜中肯 W 玉华的发型是在向换旗致敬吗 哈 五官好废 演讲比赛 连如官都不相信哈 玉华好好笑哈哈哈哈 玉华嘴脸好机车 玉华哈哈哈哈 如官不想 当场亲亲 玉华好会演 如官连牵手都不想牵是怎样哈 玉华哈哈哈哈 直接抽走 记着会是敌台吗 快笑死 玉华一回过就一直引脸好大哈 重点是跟一下如官听到玉华怀孕一定傻掉哈 想到昨天如官说玉华像穿剧变脸一样哈 怀念玉华的巅峰角色杨彩云 太后都买了你买了吗 昨天玉华有说最喜欢跟秋月一起飙戏了 太后脸上看起来比阿蕊一还厚 哈 没有眼镜哈 这开怎么变这么黑 如真一贯套路 先推给秋月就是了 死声名稿 开开也蛮适合当公关的笑 如真错都先推给月月 这开是不是晒黑了 如真指挥我都是为了恒大跟都是料秋月的错 刚刚指开说知道小的很多秘密时 害羞 玉华又反应一 皇城和谐不能破坏 下 如果是成员就会留意到不对 可惜对手是关真 废官 二 四 如真到底有什么能力 根本没做对什么事 海叔持续挑拨中 废官该不会想在记者会跟秋月告白吧 哈 如真真是健忘啊 明明曾被玉华杯赐过 一点都介意 这间公司开记者会为什么都是业务部在处理啊 甜甜送水 连言很多哦 又一记者蛮撞的 我的肉 可能会放弃总经理的位置吧 反正都为了越越抛弃孙家果了 刘亦菲 还是没有心没哭哭 反正都有人在家报成请记者会上向小三告白了 记者坐满 旁边还站着牌发 他们副总结婚都能请业务部来弄了 应该送出丑袜的 记者会算什么哈 看到玉华那假限量就不爽 玉华好恶恶开始假哭 亲手护横打 开始假哭 之前不是还把企划不当公关不用哈这公司 这是网路记者吗 怎么都拿手机拍 记者用手机拍也太不专业哈 气死 秋月的眼睛在看哪里啊哈 笔定置入我 而sos品牌置入 女狐家美 如关若真的不管后果 包括赡养费 硬要力是新的吧 秋月加好多饼干库存 笔定置入 还准备零食也准备看好戏吗哈 怨怨在发抖 秋月也太激动 玉华请开始你的表演 不要欺负我怨怨 玉华show time 啊不是要念新闻吧 好家美还准备零食也太闹哈 玉华好了哦 玉华一脸如丧老笔 如关一整个在维护秋月哈 生命好呢 言多笔诗 要撕了 让华酝酿 故意哭得腻哈哈 有三十人演员报告登场 玉华好了 撕了跟秋月一样 开始了脱包演出哈哈 如关快脱裤演出 玉华太好笑了演成这样 恶心死了哈哈哈哈哈哈 月月要被击溃了笑死 五官年多导致玉华比斯笑死 玉华真恶 这开看到玉华这样应该也知道她在演戏吧 跟刚刚才 我也差太多 恶心死了 玉看玉好笑她可以更换其组搞笑团体 这女的 好啊 归有花洞算 归有花洞算 卢真要跟溃了 两人都脱包演出 年多比斯哈哈 制开 公关部完全废掉 还继续让她脱包演出 哟哟哟 孙如真快崩溃了 这时候不是应该消音吗 哈哈 恒大没有公关部啊 哈哈哈哈 月华好厉害这么盼 断点 如关四尽了 公关部消失了 狂安 邦月月哭哭 实在太好笑哈哈哈哈 这开表情好惊恐 离婚离起来 这到底在演什么啊 公关应该要出来控场啊 玉华赞赞赞 让饿饿了 废开也太废 完全无法阻止状况发生 讲究过玉华 玉华每次演戏都很浮夸耶 好傻好天真 不快消音 其他人都在看戏 太浮夸 哈哈哈哈 走中咯 患然不再没人可以控场 该死一巴掌下去好了 真的变戏剧了 哈哈哈哈 高招高招 你就是最大的坏人月华 这开终于发呆结束了吗 哈 太好笑 费官快点去断电啊 扯 呦呦呦呦呦 我说那个阴空呢 笑 难看 都播出了 会预划一票 预划好浮夸 把他夹走了 是不会消音 哦哈 要是之前应该早打断他了 报告要出来了 秋月哭哭好心疼 快滚了 好噶 忘了玉华偷装两个针孔偷拍吗 告他就好了 我快晕倒了 照片出来了 哈哈哈哈 其他人竟然都无法控场 玉华一只独秀笑死 自己拿照片哈哈哈哈哈哈 好噶 照片 超噶 玉华严得太浮夸 完全没危机处理能力 这样害月月 超毒 热到宝 月月才想讲不爱后丢后了屋檐 看得好火啊 废开真的太废了 一点应变能力都没有 恶 华疯了要同归于锦 我是认为这照片又代表什么吗 还是我太天真了 好恐怖 自导自演太明显了吧 抹哈哈中枪 超讨厌月华 居然 恒大不是只有业务部跟企划部 可以控场的人被他姑姑禁止进入热 还有照片根本有被而来太明显 应该先抢下玉华手上的照片吧 党记者手机有用吗 哈哈 开开应该要早点控场吧 我宣布此次记者会失败 告到王天赋的华要死定了 太严了吧 不准欺负月月 也好啦 反正就大家都知道她心机女了 这开果然只会把话讲得很好听 实际一事无成 这照片没用啊 无言 郭导太浮夸 呦呦呦呦呦 一般大众看到这个播出会觉得玉华在闹吧 哈 照片带风向怀秋月八岁搅混 真的太浮夸完全变戏剧小 废开这样不行耶 这时候废官趁实说离婚起不刚好 反正有华这么多委屈 大众会觉得很莫名把玉华被欺负恒大管理层控场 无能 老一辈的人还会觉得乐化不以大局为宠上不了台面 恒大跟废官一样废放她在那边练消化 患然一定后悔记者会交给这开处理 如真 都是廖秋月 废开还是回去拍照就好了 如果现实生活看到这片段觉得该女歇斯底里被离婚狠 合理无言 废开就是废业这种记者会证明她的无能 整场就欲花灾闹 幻然要不要跟五妹一起离开恒大这公司前途看旅 没拍到在车诊 拿蛇 滚床的动作能证明什么 大众应该还是会同情正宫啦 这种不是马上架走吗 可恶 社会大众会同情如官哈 因为欲欢演得太over 如真崩溃了 如真快吐血哈 拿手机拍真的很不专业 欲花就是要事情闹大谈条件吧 以前乌赖月月跟阿旺 现在乌赖月月跟王府 该死 想看约美相认 但王董不是吃素的吧 但说不定她会发现问题点 换旗该醒了吧 连一场记者会都办不好笑 欲花自己脱高演出 搞不好王董会很高兴 如果她老婆不高兴搞不好就会 跟她离婚了 废开怎么废成这样 废开拿口无言完全傻主 我真的不认为这样的照片会有什么杀伤力 除了欲花外其他人都在发贷耶 废开反应好慢 废开就站在那边看事情发生耶 我倒是觉得欲花表现得太浮夸 把疯女人夹走了 废开真的好费啊 常态美真的摔 一直被极度陷害 王董说目前离婚桥不懂是因为财产分配 惨某人 废官也太废了吧 欲怀你说的是你自己 不懂爱又可怕 王董老婆很高兴 善养可以更好谈了 只开始看热闹模式吗 哈哈哈哈 在居酒屋吃饭错了吗 唤其该醒了把她妈妈讲成这样 废开很像在看戏 生意人跟别人吃饭很正常 把来点更刺激的吧 记者笔记写起来 现在记者会不用带笔电吗 没人阻止她继续讲 真的一堆废人 这开好邪魔 这开仗在旁边到底在干嘛 欲化宝贝戏精 欲怀你才可怕 欲化丁丁的签如般的手说 相信如般才会获得大众支持 所以高兴的是王董老婆 可以要到一大笔财产 如果她 患然 我爸跟我妈喜欢彼此一不行吗 有这么蠢认为的话 废开真的好闲 就算我妹在场也不会这样待战着不处理 丘亚要跟溃了 她这样大家只会觉得她在乱 即使她是孙太太 因为欲化演技太浮夸 所以其他人吓到动不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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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官怎么不硬起来凶啊 好想打欲化啊 费开做电视 好吗 八十七费官自己要取得活该死好 太荒唐的记者会 费官抢妈了 费官真的很蠢 验韵报告 欲化讲一讲突然用国语 即使忽然弱掉耶 公三小话风又转了 超自虐的 没有人拍动作会这么大的辣整个好笑 费官真的有破费 击快月月只看应该想要 男大岛才可以一直看戏 高潮来了 击快料秋月 欲化太狂了 费官不讲话也太扯 还两遍云报告笑死人 超好笑到底在演哪出 老棒生猪有够丢脸 哈哈 老棒生猪哈哈 老来的子老棒生猪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老棒生猪 小巴甜甜讲话好好笑 哈哈哈哈 费官你快点硬起来啊 还有费开只会在旁边看 月月这集的智商 费官费开一脸傻逼的站在旁边 让他继续乱讲 这两个人在旁边说凤凉话没问题吗 哈哈哈哈 甜甜哈 老棒生猪哈 这一段闹句到底在干嘛 过档罢了 如果你还不赶快站出来否认 捍卫月月 真的丢脸她不害羞吗 现实多的是老婆怀孕 使老公去偷吃的爱 老来的子老棒生猪哈 甜甜越看越可爱 讲话还有枪 这两个小洛洛对话超级好笑 费官真的废道抱这段很脑残耶 老棒生猪超缓和我的怒气哈哈 甜疤在旁边说什么风凉话啊 老来的子哈 老棒生猪笑死 费官关键时刻不说话到底在干嘛 有没有费官现在在想什么的八卦 这样就都好讯 费开费道让人发笑 老棒生猪哈哈 玉华真的是猴姐 一个人猴全场 为什么如官不说她根本没跟月花怎么样 如官这种时候还不肯讲话吧 生出来是黑宝宝就好笑了 如官你有事吗 这样还不反击 甜疤宝在那哈哈 快跳炉真那边 应该也倒一个了吧 哈哈哈哈连一场剧者会都办不好 带子为甜疤宝 刚刚如官很好笑 她还想直接宣布离婚耶 这样还不反击 费开表示你们最好闹到我不用结婚 费官怎么都不否认 看得好生气 奇怪 秋月没有婚姻单身 跟任何人在一起没问题吧 如官被吓傻了吗 知识话语权整个被玉环拿走 如官在小河时制造的 月月智商怎会降这么低 竟能相信月华 如官又应不起来了 月月要出击了 月月别冲锋 月月 秋月突然病本 月月不管你趁早断开与配观的连结 但是不要忘懂 奇怪 秋月没有婚姻单身 跟任何人在一起没问题吧 连海淑也不晓得 无内你是不会拉住秋月吗 董事长还在一看戏 海淑哈哈 智力摔腿 天啊 秋月别脑冲啊 因为照片的男人是有婚姻的 月月还是那个月月为爱婚头的月月 连海淑都黑人问好 看表情连海淑都不知道玉华来这招 海淑也吓到了 海淑表示问好 月月遇到官官就是乱 要来大乱斗了吗 海淑想说我没到这段啊 看来海淑也不知道玉华脱包演出 要休戴紧烈了吗 哈 海淑 难道是那一夜 是海淑的吗 听着一问 海淑也被玉华弄到了吗 便要哪排的 海淑 我还没有过怎么会生 海淑的表情 玉华是不是不愿啊 笑死哈哈哈哈哈哈 无内拉不住秋月了 大家应该在路上联络患然 记者会走就该停了废开超废 笑死半夜常常跑出去哈 经常半夜跑出去哈哈 半夜跑出去哈哈 变叶叶叶 猴鸟 羞蛋挤了 搞不好偷金用作的 我的天啊 我真的要吐血了 大家的Less好好笑 是惊吓吧 如关干嘛不再记者会说玉华 你肚里是谁的野种了 很惊吓吧 玉华都出去happy啊 又转啦 玉华是不是宽疯了 玉华生出来之后发现小孩皮肤黑黑的头发还Q毛 好恐怖的贵有华 玉华如关是平行时空的对话嘛 哈哈哈哈 其实最崩坏的是关关啊 废关已经废到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可能还是金色的头发 谁快来打脸玉华啊哈哈 如关你太废了 怨怨以后不会理你了 真的变闹剧 如关到底在干嘛哈哈 天啊 这集超级好笑 开哈 玉华 竟不惊喜一步以外 只开突然连上线 特别翻 甜八宝又来了了 又欢起来了 老棒结晶 爱的结晶哈哈哈哈 到底是在讲三小了 给换期看这段好不好 玉华家这样下去如关会生日吧 记着好爽可以赚稿费 只开真的神连接 如关为什么不吉利否认 玉华来了 进了卢蓁蓁船翻臂半笑 托一个 开在旁边太好笑了 不想再看这女的 玉卷神素爱 竟然让她闹到秋月都到现场了笑 哪来的情书 假证据也太多 玉卷是主隔壁哦 玉卷好美 如关你只要说孩子不是你的 你就可以离婚了耶 费开终于要做是结果还是费 乔伦也真辛苦 要演这么疯的角色 这女的真的没救了 剑好 不赶紧控场放她一直乱 好难看哦 这会直接拆穿吧 敢演这么大 费开真的很费啊 玉卷这样好美哦 好难看哦 可以赶快过吗 又够翻疯了 两个废物阻止不了一个疯女人一直乱讲 如关为什么不直接敲麦克风说站在旁边背书玉华说的 郭导这次准备的道具还真多啊 好废无言了 费官真的费招换帅大叔出来配月月啊 不要网斗了 越来越吃爱 可能这是玉卷的最后一幕了笑把狗血都散光光 费官一直不否认到底是干嘛 小叮当华口呆好深 这段看了好暴躁 这男人可以自尽而美肩绑成这样 一般人看到这个是不会挺玉华的吧 根本失心疯了 玉华如果死不厌 DNA 然后要说是如关的 也没人能否 难看死了乱兵一通 以为偷偷讲究了没事 费官超蠢的 费官应该大声问有华是不是在外面有别人 认 或是就这样再拖个几机也行 疯的是边局啊 搞疯好多个也 远 对外 楼上有人说如关要是直接说小孩不是他的 整 这情势就带逆转了 难看到要死到底要疯多久 到底一直站旁边干嘛啊 明事可以不要闹了吗 这神 磨懒剧情啦 如关摸不着头绪 好问话 编剧智商 编剧是不是没有看过记者会 觉得如果真的有应该是海叔的哈哈哈哈 接下来如真秋约欲华大乱斗 觉得费官被写得太费 如关直接说自己心脏不好 为了休养最近都分床睡啊 如关听到玉华怀孕或生气是因为她一点都不爱玉华吧 台湾编剧就不要太意外 说爱月月却伤害她 费官真的很烂 一点用意没有 如关 怕JPG 不如直接报分房睡 太太外人通奸 下注 玉华小孩到底谁的啊 如关静安原来我还行 一堆人一头雾水 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关亮出一张防照就可以证明分床睡了 秋月来了 等一下如真也来了 整个大乱斗 要是平常看见有人这样开记者会 我肯定认为她是来乱的才不可能相信她 全都走开让我抱搭着华一顿 谢谢 原非才不会这样乱会这样乱 表示她心里自觉是小三 患然来保护妈妈吧 海叔都黑人问好了 相信这次是玉华托宝演出 华打黄汤快吃哟 还真的有哈哈 哈哈 月月有写过信吗 怎么影像有这么傻眼剧情 不行我实在是太讨厌月环了 我想最后一定是跟大家说 她这样是为了把秋月赶走活 其案 然后如真就相信她了 这戏怎么如此不合逻辑 是写日记 还是你草稿 玉华赌这么大 我觉得小孩有可能是冠冠的爱 太好笑了秋月这么纯情 秋月现在回想的这幕之前有演吗 废开 寿命为什么写寿命 月月好纯情 不知在乱演啥配观自己脑才要取 之前没演过 废开突然又做事出其不意外 我宣布无差别大乱斗开打 如官太费了 昨天也只有硬三秒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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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惨 月月不够狠 秋月扣分居然承认有这风行 人家的家世 社会大众不需要交代 如真恩惠 都是撂秋月害的 等等如真不要打秋月哦 废官只会站在那边发呆吗 无言 幻然怎么不见了 三小要给社会大众什么交代呀 傻眼 今天一整集都是闹剧哈 只开突然映了 这边好几个怪怪的点像是剧情映塞进去的 还真不知道这种算小三 无类护甲 这不是家务士吗 记得最好这么听话哈 只开交越越久吗 去现场到底干嘛 幻然被禁止参加 秋月也太弱 来就说一句我没强 分财产笑死哈哈哈哈 笑死 还说自己爱月月都不能保护他爱个 批 你是白痴吗 废官爆发哈 如官这样讲 不就像是承认月花的小孩是你的 记着眼都好像 跟现实的一样没弄 如官突然都弄了 哈哈哈哈 我还没死笑 但幽如官开口就惹我笑 废官有够蠢 刚刚那样讲等于承认小孩是他的 如官没否认是什么鬼 怎么会说孩子没出事 应该说孩子又不是我的才对啊 好懒我如官都不澄清 秋月不是要问吗 笑查扭 十点才转过来看 然后立刻转台 吓到 我到底看了什么 人家还没死啊 所以废官到底有没有跟月华 中方 好瞎 没出事 高票当选啦 月华这样闹真的太扯了 这开的表情好伟妙 其实我也觉得最疯的人是编剧咖 消死废官 透得好 这开突然长智商了 如官太好笑了 活该辣智障自己选得死好 消查扭 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哈哈哈哈 这开应该发现了 无为来这开突然清醒叫保全 这开又发现海鼠跟记者诗眼色吗 废官为什么不讲半句坏的呢 有 可恶我还是觉得废官S很好笑 感觉这开觉得有蹊跷 这开应该有发现老狐狸海鼠有诗眼色 没事开圣记者会 当记者都吃素的吗 这开觉得案情不单纯 大家都拿手机 不是要拿麦克风吗 你当初干嘛不听焕然的话 废官为什么都不成亲 任由月月被误会真的很废烂人 我还以为刚刚海熟是汗黑开始眼色花 今天的真的不好看 海熟 也上一杯鸭金炒给关关吧 这开 闹成这样直接离婚还比较好看 现在富二代这样搞已经不算新闻了吧 根本见怪不怪 废官可烂说自己多爱月月 秋月明天要好好洗脸废官 不要再理他了 废官分数完全没了 白纸哈哈哈哈 如官算是给玉华面子吧 废官可以上玉华巴掌吗 一张白纸掉到两个人 太强了 这事在眼威龙闯天官 哦哈哈哈哈 还敢讲监视器 真的没人要告他吗 八十七配官被劝却 一点也不会反击到底怎么活的啊 横打冲一波 超好看的 没看过这么闹的记者会 还好没骂配开 如真又开始每日横打 我想只开取大哥老婆这个比较丢脸吧 公堂至上假设一下 有没有嘴 如官你还不说自己手伸如玉 七十玉花套可凶 今天没换染吗 等等财水关补 我摸补清接下来会怎眼吗 如真是白痴吗 秋月不准回收配观烂人 如真真的是智障 这样也相信 如果没跟月花洞房 为什么不打脸 他还是你做了 没热恒大笑 如真只要听到料秋月就来劲了 真的太白痴了啦 哈哈哈哈哈哈 头脑简单的如真 如真冲死了 每次都被玉花耍的团团转 这样也信 玉花如真好了 的标的是愿望吧 可以这样退出的哦 这开取大哥老婆这个比较丢脸 加一 阿旺怎么还不回来帮忙 这智商 可怜 觉得应该不会把鹏大根本没办法踢走跑 如真在当董事长下去会道吧 我倒是觉得你们至少没上线耶 一堆吐敲点 玉花这次乱搞明明很好攻破 费官真的废报 一群智掌 玉花 这个军窝已经步了三十年 愿愿快点百倍奉还啊 费官这么费事正常发挥了 看很久如官真的像瓜吉哈 如官只要跟记者说他要离婚 玉花就输了 是如官太费费费 费官太费了 费官费到报 卢真的智商 不说了 再说要被捅了 那你干嘛不打脸 他白痴 我他们有中防吗 隔空取经 怎么怀上的 手伸如玉 很丢脸吗 超匪 如官好像没有 韩月华做过 最好他会怀孕 只是闹成者 费官什么事都不敢讲 真的好匪 费官经过昨天 你怎么更费了 老棒生出来是死杀 这开的逻辑也没上线 只是用善恶辩论 顾及男人颜面 如官到底在怕什么 样就算如官说实话 也没人性 如真真的很智障耶 为什么不直接打脸男传官 大概不想被人知道 被戴女帽丢人吧 烂人 如真是87吗 如官的智商 不敢当众说 费官到底为啥不说真相放任 月月被误会爱个 皮 费官睡着被玉花硬上吧 的标的是远望不可能退呀 如真逻辑 廖秋月有错就是好方法 可以快点进入预告吗 如果真的怀孕 可能人工受孕 玉花这样闹牌赶回孙家吗 哈 真的很废 电剧又在探大家智商下线了 我如果看到这个记者会 才不会支持玉花 等预告加一 所以如果你好意思说换旗 顶多一天 就没人想看了好吗 他不是还在合作吗 海叔嘴脸真的很恶心 如果后来让月月回收费官 我一定砸电视烂头了 海叔笑脸好可怕 怎么可能这么闹的记者会 有人会相信月花 有任何人看到这记者会会支持玉花吗 大人你们都很恶心 一定是宋子鸟带来的 废开吃什么醋拉超的 什么好处都要给五妹我 到底怎么怀孕的 职位越来越高 玉花真的疯到有胜 阿旺呢 有望代理人 摇神一变变有望代理人 会不会玉花的小孩是良才的 啊哈哈 看费官真的看到一肚子火 玉花到底是真怀孕还假啊 月月关关难过关关过 陆星专辑 如果玉花真的有了也铁定试头做人工受孕 虽然觉得吧 该不会回忆某一列给如关下药吧 有可能是王懂的吗 忘了他们两个有没有见过面 阿旺 我X 我的意见呢 恐怖舞则天摇来了 玉花应该是去国外取经 不然哪有一定中的 城市假报告 定据是当观众都指X吗 五妹告诉我们 要做逃狼要先去路上污赖别人是色狼 西天取经阿弥陀佛 真的怀孕 让良才再多一个小孩 记着被招来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希望观月在一起 即使如关这 这到底什么恶案剧情 觉得很难看把秋月变成这样 抓到爆料狗子 莫非 最近的剧情真的很运 费官真的很费 剧情都是负能量 别人讲秘密都刚好会被他们听到 他们在楼梯间讲 就 怀愿哦 就把如关梦怡的内裤拿去用 马上有了 如关都不会长大 真的很失望 唤醒美剧情秋月休息 最近真的是越开觉得越降智商了 觉得今天浪费时间看这集 都不会被发现 真好 整天乱也不记句 我就跟越有话一样疯烂死了 前几集明明很搞笑很温馨 剧情好不舒服 还是等良才回来再看 秋月是要休假了吗 看到很生气 编剧智商最近很长 看到这里我也希望关月一定要在一起 这样的真恶华财 人工受孕吧 孩子会不会经法一言 算失败 证明真爱无敌 今天全程关静音 我妈气得不看了太离谱了 热华退散 如真只要听到怪秋月就什么都能接受 也是很莫名其妙 AB耍镜招我觉得可以了 但能否合理些 一场闹剧真无聊好难看 目的是要把秋月赶出 抛怪就是愿望飘到的啊 只为了表现自以为高招 讲低周围人至上真的不好看 今天整集都是闹剧 结果闹完舞 没有变成最大的例子 哦哦哦 舞妹又变成秋月代理人扯 废开还好意思吃花燃 舞妹的醋八字都还没一破也好嘛 今明两天可以休息了 秋月不相信废观 我真的起到快中风了 整个剧情雷道不行 月华还多了一个天外飞来的小孩 乱演真难看月华 海书快夺权啊 去人工受孕 怀疑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孩 真是有够扯 小孩真无辜 增产报国错了吗 想看若兰啊 现实新闻 恒大为夺胖主导全社局有望 没有写人及工作关系的舞妹 并有望代理 已经比历史剧 还要扯太多 舞妹 我主角威能我自豪 刚刚汪死人 我有够不合理想 找主角威能搞到一点逻辑 也没有 跟舞妹没关系的 是硬要把她扯进来大乱斗 今天真的看谁管就够了 完全没有逻辑 家人受看智商 都断线的一级 她不是已经是 黄老板的员工 不用做出臭望了 夜配 结束了我编剧 超爱乱扯 为了持续编配 开汗 患然舞妹 希望不是秋月要休假 冰军很奇怪 硬要扯舞妹 玉环没回来前的孙嘉戏 还不错 看月华一回来 整个烂调 当有望代理 下一步就是接手很大 后面这么闲也不齐 怪了 舞妹会成功 好像都不是因为 她自己努力得来的 莫名其妙 变除臭袜干女儿 这还要感谢如真 除臭袜算有努力到啦 所以幻然就是 舞妹定位攀升的 垫脚石吗 月月整个乱掉 刚回归的智商咧 现在还因为 焕然秋月 变成勇望代理 这要感谢玉华 主角威能就是爽 这一点也不劣质 舞妹的成功 很多不是她自己努力 觉得编剧 硬要捧舞妹很烦 就不能让她 勤勤恳恳做事吗 如果不是如真 黄老板也不会 想说她做该女儿吧 喜欢看舞妹事业 现在这次升职很鸟 等舞妹也很奇怪 但很多事情根本不是她做的刚好剪尾刀 秋月人设整个回到十年前超怪的 被如真逼出的干爹可以接受 但这次太离谱了 如真月华根 根本是把舞妹越订阅高费开 幻然是工具人 并该女儿是她为了感情做地的努力 哈 至少推严望出来舞妹 协助我还OK 拜托别据你直接写 大家送舞妹横打股票 让她当董事长好 因为对舞妹来说 没事任一个爸爸 她也觉得很莫名吧 秋月变成重回恋爱的小女人 很可爱但实在令人耍眼 了 要扯就扯到极致 上次至少如真有B 问题是这次事件 跟我妹完全没关系 阿旺唱歌没哄 阿旺没办法入戏 至少要挂名啊 这次并带立人跳太快 如果在这之前 有些当月月特注客 只要收拾率高 这些烂剧情就会一再出现 大家把变 能好一点 用旺洋旺也是出资者 也挂名 她不奇怪吧 不想想隔壁星系 要上海搞这样 很莫名其妙 阿旧照顾酒醉的秋月 一晚就变带立人了 是汗水管关掉 才有可能促使 编剧想也好一点的剧情 很care舞妹说 感情不是全部那一段 是预告以后她不会 隔壁太快话 党就可以乱写剧情吗 跟焕然恋爱骂呜呜 隔壁星系看起来不怎样 所以就要拉低个调比喘吗 明明刚忘又还没死 让五妹代理超怪不合理 刚想到一个良才回归的方式 良才变成成功的大企业家 然后喊王董认识 王董是泡照商顾问 然后找良才 今天剧情真的烂到 不过骂成这样 收拾率应该不错 来品牌进驻哈 觉得五妹那个体物 应该是把费开再放开一点点了 前几集水管可以能力好几次 今天完全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因为之前时令失常 现在意识到自己当时有点偏执 好不容易关月号一点又搞懒 应该是要断开费开吧 五妹爱工作 就某种意义上焕然等于工作 希望只是把这开清空 以后还会接受新的感情 五妹的S就是要断开感情 好好工作了 不行这段太拖太鸟 现在当然是要清空才有下任 哈哈哈哈 莫名其妙便有望代理挑好快之后呢 五妹照顾月月一整晚没回家 新妹妹去看月月不合理 又被预告诈骗良才呢 然没靠工作培养感情 之后就进恒大夺权了 哦 应该是只断开之前不被祝福老人的爱情好好经营自己 好的缘分幸福就会到来 不要像秋月这般放不下海事衣 到时候入主 恒大卢真会不会要废开去求五妹跟她结婚 直受伤对五妹那段的理解 请问有良才的预告在哪 没看见包脑 就大家送宏大股票给五妹 然后成最大股东 结束 拜托干脆让关月好好在一起 温馨温暖收拾率还会高一 良才有出现在昨晚预告的最后一幕吗 点整天在那边的断思连好可怜 五妹当有望代理人就是和坏人一起工作用秋月友们的 办公室 秋月暂时不进办公室让五妹去那边上班 ST 那昨天预告不是记者会结尾吗 可是海事太扯了就是硬要捧五妹 可是不是又一张截图吗 良才疑似出现在酒店大门 反正最大的受益者五妹 硬捧主角到比动漫还瞎的地步 五妹本来就是最大受益者啊 幻然爱她耶 谢 ST 那就找不到这段哭哭 觉得不是五妹爱贵丸捧 根本是编剧金妈应赛 希望良才剧情可以就欲罚五妹这段烂剧情 这件事跟她完全没关系 最后还可以扯到她 每条线五妹都要站一脚 这女主光环泽泽 不要写坏我的五妹 给她好好做事啊 哭哭 话说这编剧真爱女主 前几档月中有这么爽的吗 搞不懂绿花的逻辑当初也是她找秋月来跑 五妹皆有望看预告好像是废开的想法 只能继续重看108111了 不知道感觉民事女角都蛮惨的一定要虐一下 没有钱一档的小平简直是苦命的代表 看看五妹 再看看姓美 一样女主待遇南原北彻 小平后期真辛苦命 但也很女强人 玉花找秋月来也是要算计她只是在搬篮前都抓不到小变子 现在演着戏把秋月干燥和胖还是愿望飘到的阿恒达 可是低压大部分资产投资可以这样乱搞 编剧也编到忘记自己在编杀了把逻辑都死光了 如果用苦难来看姓美才是民事女主哈 里有成安女爵光环开满 等一下不需回来 看姓美和若兰才是民事女爵套路五妹当男主角在编了 还有真美第二代女主比较好命 姓美真的很惨前其苦命后其病人行力排 姓美会这样边缘话还不都有人不自爱害的 真心不骗五妹现在很有男主角架势 政府炮弹实际是不能换公司主导 算违约 但是明天跟本相张无忌随便走走就上光明顶就是剧情 五妹倒是跟卢龙有点像 五妹确实很像男主套路 用苦难值来算的话这出最苦的我觉得是坏然其他 伟大的八点党编剧不会考虑实际促餐反规吧 对不起 人都至少有真的感情线 我认真了 哭哭 之前干爹剧情就像随便跌动就学到九阳神功 哈哈所以今天五妹的S要搞好奋斗工作 明天立马登上 民事国有自己的法律 勇望带雷总裁哭哭 鲁龙也是莫名其妙 好多人都爱他还送他公司 编剧当爱王死了吗 勇望好歹他也有份耶 五妹这出男主角套路 幻然女主角套路 幻然就五妹运用工具人 就算在一起也还是工具人 秋月说什么啊 也不会怎样啦 现在就是要捧五妹呀 与化孩子的爸应该是良才 在国外认识的 五妹又平白唠叨好处 很无言的女主威能 编剧 快讲 晕晕的聪慧还他 这集真的很令人失望 烂透了 这除了幻然心得天下 哭 月月这集像撞到头 尤其是后面写信那段 根本编剧应要黑月月 让他智商降低 今天最好看的部分 居然是前宿 速速斩压之前真是精彩 五妹好处全拿于观音 除臭袜 有望焕然 秋月之前还说如官要怎样也要等离婚 结果今天整个好 像是被抛弃的大老婆 秋月太美了不忍心苛责她 她写信那边好纯情 秋月性骚扫 为了彭五妹编剧尽量采别的角色很可以 编剧不要这样吗 哭哭我爱慢慢成长的五妹 月月感觉好清美的福 依逻辑 月月写信不可能留痕迹在房间 反正连幻然都能拿来彭五妹 轮到秋月也是刚好 记者会好精彩哦 之前为了彭五妹废开把天仪黑道变成恶仪无言 只要把五妹当男主角来看一切都变得很合理 觉得这道路很像隔壁的难以解完胜 同意Liana1025到五妹是当成男主来编 很有卢龙的即视感 五妹等于卢龙 五妹已超越卢龙了 当初看隔壁难以解也是要吐血 而且眼圆梅特别爱吃的 五妹有五龙那么古人愿吗 哈看痛苦快乐 很喜欢王瞳所以还吃的下半编剧 这样真的很不智 隔壁的难以解是谁啊 八点档不能只有一两个角色套人喜欢啊 谢成君每一档都配美女 而且人设如何扎都很吃香 金家中其大反开后期居然还可以洗白白 谢谢李大珍的台就没看台罢了 单纯无法接受未拍和武则天转世设定而无限上纲 五妹主 较为能 为安不敌眼 原拍和烂逻辑剧情 哎 只能希望编剧是可儿主啦 不能给五妹太多外挂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戏搭被武则天设定对于剧情推都没 有什么帮助啊 这样就不真实观众就没有共鸣了 不如抛弃这设定反而编剧比较不用受限制 目前来说武则天设定几乎多次一举 武则天多次一举加一害我一直陪那个小三命格 其实编剧只是海小平X 汪童 O 一个公导 新预告看到了梁才看起来摔摔的 不知武则天可以举谁 而且要跟卢真搭桶电梯耶 才没出来要完结了吗 可能是之前派人去上海找冤结果梁才暴明 如真又要发疯了 我觉得至少比费官耍费秋月耍更好点 如果今天费官仔 意思是没必要套个历史人物转世设定 这会脱口说我敢用华摩安抓还比较精彩 卢真发疯没有听过 如果一定要有他的戏 编剧可不可 以帮他换个台词啊 永远只有那一句龙戏廖秋月 卢真没变不是廖秋月就是杨信美 还有龙戏杨信美嗨的 对对就是 K 大说的不用硬套一个历史人物设定 卢真嘴里只有秋月和横大脑容量堪履 杏美比起来蛮少出现的哈 卢真 龙戏廖秋月 杨信美 五家妹& 还有一句 龙戏未丢横弹为丢家族 卢真超爱跳真的 真想看看良才的预告 目前好像还没有任何管道的样子 我指的是影音版的部分哦 林志开师和有头耶 前期发型 挖龙戏未丢横弹为丢吉雷家 家神运上超像良才爸爸 隔壁好像快下了 所以应该在 乱一阵子大爆点就来了 忍耐忍耐 编句拜托帮陆珍改一下台词了 珍修一下谢谢 哈哈 说到陆珍想想也真的辛苦 怎么转救这几句 话说看到废开照 冠然就心惊惊只开又要干嘛 但昨天五月间看到他在院里开时 在FB留下的文字还蛮 爱人的 我指的是孙如珍对林复生说的话 当面把家妹交给燃吉利 如珍近期很难修法之前跟良才 X谁要他交接了超欢 休息是为了身体 这开感觉想把自己并坏然成为妩媚的依靠 其实我觉得开目前能做的好像也只有在旁边画圈圈而已 目前想要看良才的预告只能守电视或线上的直播了 这看应该对坏人又现有几把没有鲁妈舞妹又依赖他 本来就要有反对女主角的角色 只是他的台词太空洞 因为他自己没有立场 又放不开那两大卡索 所以太凡 智商上线以下会反得比较合理 他真的爱常常出来刷存在感 也觉得他可以多看管最爱 那么不要出来害人 算了灵芝开 你去跳海跳一跳好了 这样大家都轻松 不用为你感到无奈 无礼 但那就真的演得好 还是 被鼓励一下 有机会还真想问问 走到如今 他被灵芝开的想法是如何 他是否也跟大家一样 三七十七 记开今天讲那样是不是吃醋 你们两个还需要我这样做吗 他如果要黑掉顺势助攻经理跟代理总经理的感 情好像也不错 废开就是在吃胃呀 根本没资格好吗 欣赏Junior的演技 但讨厌废开 他不要一直管人妹了 根本不需要他介入 看到大家的推文在想 是不是该看这集还是跳过就好哈 真的看推文都知道在演杀了哈哈 如果想看月华浮夸的演技可以看啊 只是看了会觉得扯 今天没看加一 但应该还是会快速扫过一下哈 可是浮夸的很好笑哈 反正八点档的桑都是这样 不是要引战 设定五家妹是五则天 那谁是理智啊 有 这开确实不需要这么做 燃眉就连紧紧啊 店不懂当初这样设定 总要有一个人当理智才可以将五妹推上去 我知道当初设定是这开 可是现在又不太想 想当初还是五妹男友时 根本不必推 五妹就去经理那 历史上里这很聪明杀人黑锅都别人背自己很无辜着 电视开又像哈哈哈哈 现在只想看幻然有没有追到五妹 其他好像没有什么好 看 两位现饥饿行销过头了 只剩下幻然的帅在撑 这开本来感觉就被保护得好好的 本来哥哥护着他 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摄影 想当然真遇到事也不会 想该如何处理或解决了 只会一气用事 哈哈 对五妹的男主光白路线 厌烦他跟幻然也不用那么快 目前的相处不错 反正幻然也很开心 他也没心思谈恋耐 光是家里的事就分身罚数了 刚刚看广道预告又看到良才了 一幕是跟秋月在恒大大电梯 一幕是事在之前在酒吧语 良才好像当成员的藏进人 有人有在晚间时间的广告看到的吗 纯属好奇 目前好像都是大家看中过时看到的 哦 看错了良才是跟如真搭电梯 首播结束才会播的广告预告 通常重播的时候广告会播 感谢AAF大大姐说 预告如真良才一起搭电梯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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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